完了 感觉脆的有点多了 哎呀我现在眼睛还是睁不开的 咖标真前几天我看到了一个视障小姐姐在做咖啡 虽然说她眼睛看不到 但是我看到她在做咖啡的时候 研磨 压粉 萃取 打奶泡 整个步骤就非常的熟练 行云流水 当时我就在想 如果我是在看不见的情况下去制作一杯咖啡 在我自己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区域 那这个工作区域这个吧台 是我每天都在做咖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非常非常的熟练 每一个东西放在哪里啊 都是非常有规律的 我今天就想尝试一下 在戴上眼罩的情况下 能不能正常的做出来一杯咖啡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OK现在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你们应该是能看到 但是我是看不到的 我虽然说戴上眼罩的 但是我的眼睛也是闭着的 因为我发现我在戴上眼罩的情况下 我睁开眼和闭上眼 它的感光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现在先拿我的咖啡豆 我平时的咖啡豆都会在这个区域 我在看不见的情况下 我也没办法撑豆子 我只能靠感觉 我用勺子来量了 这个咖啡豆 哇 闻起来还是很强的 我发现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 我的焦点在手上和鼻子上的居多 我先拿这个 平时我会用这个来撑卡啡豆 但是今天我撑不了 因为我看不到 我就拿一个勺子 我平时会把我的勺子放在 这个地方 不是这个勺子 是另外一个勺子 对 挖一满勺的话 它大概是8克左右 我还是把它放在秤上边来 可以秤一下吧 我把它清一下零 现在应该是清零了 所以说我会用 淘了一颗豆子 淘到哪里了 算了 不找它了 我会用 两勺再加几颗 是大概我想用的18克左右吧 又淘了一颗 再加 一点点 一点点 我不知道 是不是我经常用的18克 但是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会把它倒到摩托机里边来研磨 研磨肚 因为我是已经调好的研磨肚了 所以说我就不用再去动它了 好 接下来拿手柄 应该要布一下 我感觉这个粉量好像稍微少了那么一点点啊 我不太确定 但是感觉稍微少了一点 不够18克 流速可能会稍微有点快 但是我尝试着把它压得实一些 然后先放一下水 来到咖啡机这边 咖啡机这边的话呢 我会通常会在我的滤水盘这个地方 放一个擦滤水盘的抹布 然后咖啡机的上边 我会放我平时用的杯子 我等一下就用这个杯子来做了 冲鲁头在哪里 等一下啊 应该在这里 完全找不着了 不对 我还是摸一下它吧 虽然说它有点烫 它在哪 在这 不对 完了 我平时扣冲鲁头真的扣得非常熟练的 这个就算是你是再熟练的 然后你看不到的情况下 还真的是 哇 终于只卡上了一边 哎呀 卡上了 哇 太难了 OK 然后接下来我开始萃取 萃取也只能 我已经靠感觉了 我自己读一下秒 听一下流速 感觉流速有点快了 流速太快了 完了 感觉脆的有点多了 好 接下来 打发奶泡了 我的拉花缸 平时我会放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打奶的 这个是拉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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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不换了 算了不换了 我就直接用这个 打完奶直接就拉了 这个牛奶有点少了 应该差不多了 好 蒸汽棒 打蒸汽打奶泡其实没那么的复杂 听声音会多一些 好 然后我会擦一下 我平时擦蒸汽的奶的 这个毛巾就在下边放 OK 这是我打好的奶泡 但是我感觉 奶泡打薄了 另外牛奶有点少 完了 这一步我要怎么做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它的满度是多少 全屏感觉吧 来吧 因为我的手 感觉到它好像有点慢出来了 这个是慢出来了吧 哇 还真的是 好 这一杯做出来了 我不知道它做的是怎么样子的 你们应该是能看到的 这杯做成功了没有 但是我刚才喝了一下 奶泡 感觉还是可以的 我尝一下吧 哦 很明显 脆的时候呢 流速有点快了 但是整体还是可以的 整体的牛奶和咖啡的这个比例浓度还是OK的 这个有没有花啊 有的 啊 有花的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这是有花的吗 是 这个你既然说有花了 那我这个自信满满啊 好吧 真的自信满满 我再给大家做一个 我再做一个dirty吧 挑战一下自己好不好 手柄我给大家清洁掉 冲煮头洗掉 明显 很明显粉少了好多 那第二杯做dirty的话 我粉就要加多多了 我再多加一些了 哎我去 我的盎司杯掉了 我平时会把我的盎司杯 放在咖啡机的腰线旁边 方便去拿它 很明显这杯 流速快了 粉少了 我估计刚才用的粉啊 可能就是在17克左右 16到17之间吧 这个流速的话 好 做dirty最 重要的一点就是 咖啡杯 杯子要冰 找到这个杯子 我先给它预冰一下 让它先放在这个地方 好 这次的咖啡豆粮我要多一些了 一勺 两勺 三勺 三勺 我感觉可能多了 感觉好像稍微有一丢丢多 拿出来几颗吧 好 磨 我调一下研磨度 吸一丢丢 我嘛 我来 再订成 我再理论的东西 我每天也认为 这次要努力 准备 再来 三勺 这次要努力 我每天都行 这次要努力 然后它要出去 感觉有点多了 不太对啊 它不会脆不出来吧 OK 这会儿我要去找一下 刚才御冰的杯子 哇 已经很冰了 好 我就怕倒撒了 现在有多少了 有多少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我感觉摸这个 摸的话感觉应该还OK Dirty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流速 一定要慢 哇 这次就顺了 我的应该是对上了吧 Nice 对上了 好 完了 好像没脆出来 脆出来没 好像真的没脆出来 因为我现在的这个杯子的温度是没变化的 流速太慢了 出来了没到底 好像没出来啊 好 小伙伴 看一下 好像是脆的好慢好慢 只有一点点 对不对 这个Dirty做成功了没有 我感觉应该是没有成功的 我喝一下 喝喝看 我感觉应该大部分是牛奶 咖啡叶没脆出来 应该是 我尝一下啊 我去好难喝啊 太难喝了 这个比例明鉴不对 我是不是脆太多了呀 这个好苦啊 可姐 没有牛奶呢 还要么太难喝了这个 好 然后我刚才尝了一下 我感觉应该是这杯是做失败了 真的太苦了 好难喝 我感觉牛奶少了 然后咖啡多了 咖啡肯定是我刚才催的时间太久了 然后呢 它喝起来就真的是 就是太浓了 这种感觉 就是你感受不到身边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真的还是举步维艰呀 哇 哇 一下子亮起来了 感觉我现在眼睛还是睁不开的 对啊 所以说呢 我还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 这种诺子喵屋这个小姐姐的真的非常厉害 真的非常厉害